自辞认物策略 切发写墨茶 小朋友,当你遇到一个新的生子的时候 你会用什么方法来认物生子呢? 今天,我会教大家一套自辞认物策略 大家一起来看看 这套自辞认物策略有五个步骤 分别是 切 发 写 写 墨 茶 什么是切的? 切,即将文字切分为较小的部件 可以帮助认字 例如,骑字是左右结构 可以切分为马,旗,两个部分 如果切完的部分依然很难记 可以将字再切多一次 其字是上下结构 可以切分为大,可,两个部分 将字拆开离机,是否容易得多呢? 你们开按字形结构,将字切成较小的部件 但是,你们要注意,有些独体字字成一体是无办法切开的 例如,手指,山字,上字 那什么是法? 法是指运用不同的方法来帮助我们认字和默字 我们可以根据字形,读音和意义去使用不同的方法 先讲字形 第一个方法是填颜色 填颜色是将文字刷分为较小的部件 然后用不同的颜色笔写一次,帮助认字 填颜色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特定的颜色 例如,蓝色来填部首 其他部件用不同的颜色 好像这个羊字一样 我们在原本的字上面,将部首三点水用蓝色笔写一次 至于这个羊字,由于羊毛是飞飞黄黄的 所以就将羊字这个部件用黄色笔写一次 填完颜色之后,试下想像自己在一部相机 将填了色的文字拍摄到脑海中 拍摄的时候,记住留意部件,它们的位置和大小 你试试记录这个字 问下自己,哪个部件最大? 它是什么颜色? 对,蓝色的部件最大,是骨字 右边有多少个部件? 它们是什么? 对,右边有两个部件,分别是曲字和斗字 将填了色的文字拍摄到脑海中,有了记忆 除了填颜色之外,和字形相关的方法还有读部件 读部件,就是将文字刷分为较小的部件 然后读出来,帮助记忆 例如,语字可以刷分为延语口 你可以这样读,延语口就是语 脆字可以这样读,走耳诱就是脆 讲完和字形相关的方法 接下来就讲和读音和意义相关的记字方法 在学习另外两个记字方法之前 我们首先温习一下 声旁和步手的关系 在常用的中文字当中 大部分都是形声字 由步手和声旁组成 步手提示字的意思 而声旁可能提示字的读音 我们看一下这几个山字 他们的步手都是水 意思和水相关 而这几个山字 他们的步手都是火 意思和火相关 还有很多中文字的意思 都和步手有关 你可以看一下下面的例子 温习完步手和字形的关系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声旁 有些声旁和整个字的读音完全一样 有些就相似 有些就完全不同 大部分的中文字都是形声字 有时候我们可以读声旁 猜古字的读音 我们看一下这个例子 字字的步手是木 表示意思可能和植物或者树木相关 再看一下它的声旁 提示读音可能和字 相同或者相近 我们再看一下一些读声旁 和找步手的例子 灯字的声旁是灯 和灯的读音相同 梅字的声旁是梅 梅字的读音相似 梅字的步手是木 它和树木相关 你可以猜一下这个字的意思和读音 这个字的步手是乳 意思应该和乳有关 我猜这个字的读音应该是沙 什么是写呢 写就是把文字写出来 书写的时候我们要注意 我们看一下这几个例子 这个字的木字旁写得太细了 这个字两个部件就分得太开 最后这个字按住笔讯 先左后右 先横后直 写得非常正确 那墨是什么呀 墨就是把文字墨出来 当遇到一些教心 或者经常写错的字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以上的方法来记字 帮助我们正确把字墨写出来 那什么是查呢 查就是检查一下自己所写的字是否正确 写完字之后 要检查一下字的笔画 部件的位置和大小 我们看一下以下的例子 这个字笔画不正确 问题的问字中间多了笔画 果汁的汁字就写少了一点 这个开字里面的部件写得太出了 最后这个移字 上面的部件就写得太大了 以上就是这套字词验密策略的五个步骤 切 发 写 墨 查 记好切发写墨查 认字墨字无难度